杜子晨日前在媒体爆料指出,高雄市长韩国瑜在出访美国之前曾经写信给国民党党主席吴敦毅 要求直接征召他韩,而不参加初选 韩国瑜在反国后立刻否认,强调绝无此事 杜子晨于傍晚在脸书公开道歉 并且愿担任六个月志工 中华大学讲座教授杜子晨一十七日在云端最前线爆料指出 韩国瑜在出访美国之前曾经写信给吴敦毅 表明不愿意参加国民党出选 要求吴敦毅直接征召他韩代表国民党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 韩国瑜于一十八日上午反国后,在市府受访时 再次强调2020不在他的考量内 对于外传曾经写信给国民党主席吴敦毅表示希望征召 韩国瑜再三强调绝对没有这件事 不知道这么多谣言哪来的 杜子晨随于一十八日傍晚在脸书公开道歉 他表示 消息当初确实有来源,并非他杜撰 而韩国瑜否认有此事,他尊重 如因此曾造成困扰 在此公开向韩国瑜市长道歉 最后也说 如果韩市长全心投入市政努力 他愿意担任六个月免费志工 对他的故乡之一度表示 他是省立高雄中学毕业,略尽绵薄之力 高雄市长韩国瑜一一八日反抵台湾 图为他抵达桃园机场画面 他稍后在凤山行政中心受访时表示 此行收获满满 图片来源 台湾工商时报 中国台湾网4月18日迅据台湾工商时报报道 高雄市长韩国瑜近期出访美国 进行招商之旅,18日返回 在凤山行政中心受访时表示 此行收获满满 其中有位高科技厂商 立刻表达将投资高雄三亿元新台币 夏童,在高雄扩厂 据报道,韩国瑜已收获满满四个字 形容此次招商成果,他说 很多美国企业家过去对高雄只是地理名词的概念 知道高雄,但没有来过 好几十个企业家听了他对高雄的介绍都深受感染 很想来高雄看看 昨天下午约50位大型的科技厂商 都表示对高雄产生很高的兴趣 很想来高雄看看 其中有一位愿意立刻投资高雄1000万美元 约3亿元新台币扩厂 韩国瑜还表示 过去这么多年营销高雄时 散发出去的光与热不够 无法让人感受高雄与众不同的魅力 当投资客和观光客愿意来高雄一游 当他们对高雄产生印象与好奇之后 我们就迈向成功的第一步 如果大家连高雄都不想来 如何招商引资呢 如何吸引观光客 高雄的知名度一定要打出去 要借此成果大幅提升高雄国际知名度 吸引企业投资高雄热潮 有效带动高雄产业升红海集团董事长郭台铭 17日宣布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选举 这将进一步增加那场正在到来选战的戏剧性 国民党和民进党的党内初选都将更加激烈且充满变数 而到目前为止韩国瑜是否会被国民党征参选仍是未知数 郭台铭曾是台湾首富 也是世界著名的企业家 在台湾颇具影响力 此外他虽然加入国民党已有50年 确实为政治素人 他的集团在大陆设厂最多 据称固有逾百万大陆工人 同时他与特朗普总统有良好关系 后者入主白宫后 红海集团宣布在美国大举投资 兴办工厂 郭台铭117日表示要支持两岸和平 台湾舆论的最初反应是 他的民调支持都与韩国瑜大体相当 但都远高于蔡英文 如果郭台铭明年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 两岸紧张关系将会出现缓解 对短期内的台海局势 很可能产生转折性意义 不过国民党的初选是个复杂游戏 国民党与民进党20-20年的竞争形势 还有克文哲这一特殊第三方变量 郭台铭的问鼎总统之路将会是曲折的 大陆方面不宜对台湾选举 能够提供意志台独的力量 抱太高期望 要看到 政治体制本身决定了政党轮 替江在台湾不断发声 导致岛内的两岸政策间歇性变化 陈水扁闹了八年 马英九执政结束了那段动荡 但蔡英文又把台海紧张带了回来 无论谁在2020年当选 上述政策轮回都极可能延续下去 所以说谁在明年胜选队短期的台海局势有关键意义 但从长远看 它又不那么重要 它无非是挑战与局势缓和哪个 先来哪个后到的区别 因为台湾的体制决定了 国民党和民进党都不太可能在台湾长期执政 大陆必须通过力量建设和准确的对台政策 不断强化北京对台海局势的主导权 这是我们处理台海问题的根本之道 从1996年爆发台海危机直到今天 20多年过去 大陆历史性的成长为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和第二军费大国 台湾当局破坏台海稳定的能力 大规模萎缩 美国干预台海事务越来越困难 这是台海局势变化的总方向 从历史的宏观角度看 也只有上述力量格局的变化 能够对台湾问题的走向产生实际的塑造 台湾内部的政治游戏越来越无关紧要 它们当时可能很热闹 但都将被历史忽略 所以大陆方面无需对那些游戏投以过多注意力 我们应当更多专注于实际紧要的事情 台当局少惹些麻烦当然好 但是碰上激进的民进党当局 真的未必就是很坏的事 因为大陆总要致力于有助于吸引和强制 实施统一的力量建设 台当局温和 会让这个任务从容些 台当局激进 则这个任务紧迫些 但不管怎么说 大陆该做的事情一件也少不了 所以大陆欢迎愿意与我们共同维护 九二共识的力量在台湾执政 如果下届台当局继续当前的激进政策 甚至更加极端 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 他无非要求我们把今后该有的举措早一点拿出来 在大陆 台湾和美国三方的博弈中 最不怕台海摊牌的一方显然是中国大陆 我们认为 大陆对台湾选举应越来越不持倾向性 它是我们基于实力的自信 也应逐渐完善相关的政策配套 海外网4月18日电 18日下午 台湾花莲县海域发生6.7级地震 台北市长安东路一栋大楼外墙瓷砖掉落 大楼倾斜 并靠到旁边的大楼 截至14点 大楼里面还有人未撤出 人数不确定 将会在旁边的公园进行人数清点 据台湾东森新闻云报道 该大楼共12层 由于大楼倾斜 警察与消防部门开始疏散大楼办公人员 引导民众先撤离到旁边公园 避免危险 大楼倾斜现场图源 东森新闻云 警方指出 初步确认长安东路二段77号7楼以上断裂 倾斜靠到81号楼 开始疏散民众 拉起警戒线 已请交通分队协助交通疏导 警方将长安东路二段81号前马路封路 大楼支出不进 现场图图源 东森新闻云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 4月18日1301分 在台湾花莲县海域北纬24.02度 东京121.65度 发生6.7级地震 震源深度24000米 地震不仅造成台湾岛震感强烈 福建亦有明显震感 浙江也有震感 花莲2018年强震 至市区云门催地大楼 轻塌严重 此前较为严重的一次地震 是在2018年2月6日 花莲深夜发生规模6 零级地震 地震造成17人死亡 其中包括9名大陆游客 另有超过280人受伤 海外网良意 本文系版权作品 未经授权严禁转载 海外事业 中国立场 登陆人民日报海外版官网海外网 www.highwing.tcn或海客客户端 领先一部获取权威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